因为理事长的关系我才接下这样的一个重则搭认 人称房仲教父王应杰跟许久没露面的投资客黄文雄一起出现 不过这次可不是要炒房 而是黄文雄邀集37个不动产相关工会 共同成立不动产联盟协会 担任首届理事长成为业界跟政府沟通桥梁 产观学的一个平台来跟政府好好的沟通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过去不动产投资大咖 二黄一流 黄文雄就是其中一个 投资眼光精准 深耕精华区 黄永逸敢冲敢杀 冲装黄粉刷一手包办 刘妈妈则是投资店面 过去黄文雄最高手投尺数 百件不动产 外界预估身价超过30亿 近年改投资客运饭店 已经很少在对外露面 拥有充沛的人脉 如今改当推动产业政府沟通平台的推手 资讯公开化 所以投资客已经没有生存的机会了 所以说现在未来的呢 现在为了我们的产业 上中下游的产业 来找出一个如何活下去生存之道 去年第四季全国跟六都住宅价格指数 连续两季全面下滑 台北季跌超过3% 其他县市紧追在后 北市一年跌幅更是超过5% 黄文雄这次选在空头之际付出 希望能透过协会有效跟政府沟通 把对不动产伤害降到最低 三地新闻 郑雁龙 邱子凌台北报道 我们悟听 好的 我们 最近 pre atmosphere 阶 het